大家在这边给我打电话 说车已经修好了 今天过来把大家车开走 他们这边国庆节都没放假 这些个师傅们都正常上班 还都挺忙碌的 咱们先上办公室里边去问一下 没看见咱们家车呢 咱有啥说啥该咋是咋 这个赛斯店的这个效率还是挺快的 这小兄弟说打个电话 让师傅一会把车给我开过来 趁这份工夫 咱们上前面展厅去瞅一眼 有没有跟咱家同款的车 不行咱们就再买一辆 多大点事是不是 不就是一辆车吗 这是干啥啥不行 吹牛第一名 这家吹的我自己个儿都不好意思了 这个车就是跟咱们家同款的车 只不过是个白色的 咱们那个是一个黑蓝色 还是咱们家那个车的颜色好看 你们觉得呢 这把说话的功夫 咱家车给开过来了 因为这台车呀 我跟这个赛斯店的工作人员都混熟了 他们都认识我了 这个车整个后屁股的保险杠 还有这壳子 灯啊 蓝马七道的全都换了一遍 整体看 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看不大出来 跟原车差不多 你们觉得呢 行了 这又妥妥了 也没啥问题了 现在咱们就把车开回家吧 这个车呢 从头到会我都没管 全是赛斯店跟保安公司 跟对方那边协商的 反正最终结果就是 车给我修完了 修的还挺板凳的 我也挺满意的 你们大家伙觉得呢 现在咱们把车开回去 回去把我的东西 七六普通的装上 然后就继续开始 咱们新的旅程了 路上见